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李竹禅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7月31号 农历务虚年6月19星期二 今天报纸在头版所呈现新闻焦点 其实最有聚焦的是托育补助 托育补助明天就要上路了 可是准功托乱象丛生保姆串联抵制 另一方面台北市和中央则各走各的 首先看到联合报头版偷提 明天就要上路的行政院育儿津贴 还有托育补助政策 行政院原本希望托育津贴 全国一体试用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说 不论中央补助怎么变 他在市长任内 台北市补助额度不会缩水 云林建福也说 云林独有的盐乃固孙托育 加倍补助照旧不会退场 面对部分县市的表态 卫福部对全国一体试用态度似乎有软化 已经和各县市协调 育儿津贴订定落日条款 不过8月1号之后 新申请的案例维持新制 对此台北市社会局回应说 台北市不会订定落日条款 中文时报在头版头提 提到了这个托育补助要上路之前的 乱象横生 许多件事签数加入准功托的保姆 只有个位数 反应应家长需求 家人自带小孩获得津贴 大减3000到3500 另外呢 保姆收费设定上限 无法针对托育幼儿提供餐食 冷气或辅助教材等 个别需求的软硬体服务 家长 私立幼儿园更是无所适从 痛批政府饶民啊 好 包括减贴大减 变相惩罚全职妈妈 学费降下来 薪资调涨 又私幼是反弹的 另外立委痛批啊 撒钱绑装 三者都输了 好 此外呢 在自由时报头版头提啊 中国频频打压 亚洲U19橄榄球赛 主办权差点又被拔掉了 中国日前运作拔掉 明年台中市所主办的 第一届东亚清运 中国在28号哈萨克亚洲 赶携年度理事会议当中 顾忌重施要求我国放弃年底 在台湾所主办的亚洲U19青年冠军杯 橄榄球锦标赛的主办权利 索性呢 并没有得逞 不过台湾规划明年起连续三年 举办亚洲U18橄榄球锦标赛 中国也出手阻拦 结果呢 还难以预料 但是已经是横生变数了 旺报在头版头提提到的是 蔡政府打算派绿营人士来出席 Airpac恐怕会遭大陆否决 台湾国际参与呢 再添震撼弹 好也和蔡英文有关的出现在 苹果日报内页5版 下个月呢 他要出访友邦巴拉圭贝里斯 将过境美国两大城啊 好这个过境的地点呢 回城市经过美国洛杉矶 还有休士顿 外传蔡英文这一次呢 没有过境美东 是为美方顾忌中国的反对 华交部次长刘德利说 过境地点考量的是 我们自己的需求啊 党政是说 美国都已经通过台湾旅行法 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中午时报在头版二题啊 丁侯连线反深澳 扩建北节 国民党双北市长参选 丁守中侯友宜 昨天呢 在中国时报大楼首度举办 两人定调2018年选战合作主轴 锁定反深澳燃煤电厂 增加双北捷运建设经费等两大议题 侯友宜更校正 蔡英文总统 拂选列车开到新北时 勿请表达立场给市民一个交代 丁守中则说 两人已经结盟为顶好连线 一起作战啊 丁侯连线 听起来很像顶好 中午时报那夜四半 2018年百里侯之战呢 想听韩国瑜拜庙之旅成为拜票 韩国瑜昨天呢 从林园出发活动 连续走访了时间庙宇 由于他户籍落脚林园区 民众高喊林园人 要选出第一位林园市长 支持者的情绪非常的高昂啊 此外呢 在同一个版面 中国时报四版还有提到 佛系战法被批 呼吁改变心态 朱立伦热战旗啊 要尽力帮国民党打赢选战 联合报那头版二提啊 报废军品涉嫌收回扣 国军再报出了弊案啊 检方呢搜索六个地点 约谈七名军事官啊 依照贪污之行贿罪嫌 漏夜侦办当中 这是新北地检署 昨天搜索后 约谈了包括上位军官在内的 七名县职军事官 还有五名业者漏夜侦办理清当中 还有苹果日报在头版头 提要关注的是一个 外遇女主播T台的 秦琳谦啊 这个新闻其实已经发酵了 满一段时间了 秦琳谦婚变两年后 昨天在脸书崩溃控诉 只有十一个月的婚姻 没有小孩没有金钱往来 她只求离散啊 婚姻失败了 是否还能努力化上没有伤害的据点呢 她呢 说前公婆先后向她所讨 总共一些230万元的家庭纠纷 这样的情况 好 皮尤日报在头版的配稿说 她和吴炳辉啊 前夫相恋四个月闪婚 婚后呢 却是状况连连 两人呢 因为爱狗而结事 最后时报在头版二题啊 搜集中国人事资料 申办预付卡 诈骗团体人头门号 居然有200笔啊 这个也显示说 审查程序相当的宽松 检警呢 将持续的彻查 是不是有其他电信公司涉案啊 这次查出来的呢 是向台湾大哥大高雄台南两家门市 申办人头预付卡的门号 再把预付卡转卖犯罪 目前查获约2000笔违法的人头门号 也和大陆有关的自由时报处理 在那页三板涉嫌共谍 中国祭大台湾校友会 两人被起诉 这个疑似牵线立委 现役和退役军官和中方情治人员会面 财经新闻呢 中国时报在内页八板 101股权顶心一腾中 完成了交割 总交易价202亿元 破除卡关的谣言 经济日报在头版呢 提到美中贸易战 冲击苹果链 Apple Watch等三个产品 面临10%关税 可能侃供应商价格 转价常本 不利营业达和广达 空生时报头版投提 台积电 永夺超围期奈米大单 领先同业进入量产 明年订单将会大爆发 自由时报在头版三提 一个75岁的吴世川 他有超人记忆力 可以收集硅装头的所有电话车牌 内页新闻交点方面 联合报内页三板台大临选委会 不开会不重启临选 陈伟超拟定声明了 要求教育部聘管中敏 管中敏助理说 认可转折管中敏 淡然以对 据了解 21位领委当中 已就10多人表达同意 发文要求各领委 下午5点前要回复同意与否 好 那么在这个同一个版面呢 其实两派拉锯台大面临分裂 如果说重启临选的话 教授建议临选委会解散重组 管中敏也可以参选 同一个版面 振兴议院改选 孤严卓云卸任董作 董事会的改选呢 世代交替有四名资深的董事 已经退出来了 昨天天气很热 全台热炸 宜兰39.9度破纪录 因为云亮少 太阳直射飙高温 另外终于决需求望 诸价大涨23.5% 还有呢 社会新闻联合报 台大中国性格生冲突 白狼之子判拘役 得一颗罚金 另外一名男性呢 狼幼750名妞传裸照 罵女性账号开私密社团 说要受身 警方呢 已经把这名男子给逮捕到案 毛如风促事 证实是新阴性休克而死 纽失发行人面告川普 说攻击媒体有害国家 大陆网络沙皇 如尾涉嫌 贪污被起诉了 还有呢 中国时报韩战中正宣言 大陆打算加入签署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纸新闻 今天到下午 来估访 计划